每年的拉巴节是我们约定的日子 过去五年 每年的这一天 我们都在三亚举办颁奖仪式 感谢老师 致敬老师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不能在三亚见面 但是我们的约定不会变 对老师的致敬更不会缺席 今天我们大家虽然在天南海北 但是我们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聚在了一起 这是我们对一百名获奖老师的敬意 也是对一百名老师背后 两百九十万名乡村教师的敬意 等疫情过去了 我们一定会再找时间 把大家的三亚之旅补上 到那时候我们再见面 感谢老师 自敬老师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不能在三亚见面 好 нет 刚好 大家 我们不能在三亚之旅上 我们联系 好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